来参加分享会的同学们大家好 我是咱们肯维 2019年报关考试培训班的学员 目前呢 在一家货贷公司担任 海关报关经理这个职位 在转行之前呢 我是从事了贸易合规工作 大概有十年的时间 那我跳槽到报关这个行业呢 目前为止还不到一年的时间 当然有很多东西还要学习 承蒙周校长和小关老师的台爱 那我今天呢 就简单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目前为止眼中的报关工作 以及我认为以后 报关行业的发展前途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自己目前呢 是在纽约分部 一开始招聘我的时候呢 我是作为一个local permit holder 当然有的同学可能知道 有的可能不知道 自从2022年12月19号之后 然后海关颁布了一条新的法规 那么local permit holder就被eliminate掉了 然后从那个时候之后 全国就只有national permit holder 那目前这个national permit holder 是由我们总部的这个VP来担任的 我的日常工作的职责呢 现在就是supervise and coordinate of entries and ISF filing and then POA validation setup blockage account bond application 有的时候会设计到census warning override pisc也叫post summary correction protest audit entries pay statements 然后还有呢 就是要有的时候要去给我们这个ops teams做一些培训 当然我目前为止的职位呢 做了还不到一年的时间 没有接触到duty drawback这一方面的东西 但是我的目标是to be one of the fewercustoms brokerage professionals which specialized in duty drawbacks 那我希望我这个目标呢 能在不远的将来哈被实现 那我先来说说目前报官师的市场需求 大家其实也知道美国作为世界上第一大经济体 每年的贸易数量是非常庞大的 大家其实从各种新闻上都能知道 就是美国进口远远比出口要多得多 年年都是贸易逆差 其实它有一个官方的网站 大家其实可以去查一下它的数据 就统计局 它每年的那个贸易的那个数量 跟哪个国家进行贸易的这个数量 进口和出口的数量都在上面有显示 近十年以来全部都是贸易逆差 无一例外 就连疫情期间呢 它也没有减少这个美国的进口量 虽然目前我觉得市场有所缓慢 利润下降了 但是就我当前来看的话 这个量还是在那里的 大家出去买东西的时候 其实也可以看一下你那个生产的那个产品啊 后面看一下它那个生产厂家 有多少是美国自己生产的 你看一下就知道了 其实呢大部分呢都是从别的国家来进口来的 那么有国际贸易呢 那就一定会涉及到报关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 其实现在已经不能说是趋势 现在已经说是事实了 疫情对美国的这个消费行业也进行了产业性的调整 那电商呢就进一步促进了贸易进口的数量 它的那个以前都是大宗的商品 从比方说从中国进口到美国市场来 那现在呢很有可能是小宗小宗的商品 比方说这个拼多多哈 现在也进口到美国进军到美国市场上来了 我自己就从拼多多上买了很多东西 对吧 这个实际上呢 它也涉及到咱们的报关 所以不论是从直接的电商 海关清关还是做合规 这些都跟报关行业是是密不可分的 那这些呢也都为海关报关行业 创作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那中美贸易战 其实对报关行业 我觉得并没有什么冲击 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讲说 中国美国这关系不好了 那我们这个报关行业是不是就不行了 因为有好多我们这个 都是中国这边生产厂家的 那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报关这块的业务 那中国都不进口了 那我们怎么办呢 对吧 其实我觉得没有 从目前为止看 基本上没有哈 因为中国中美贸易 它虽然是 对吧 现在有这个打这个贸易战 哪怕就是说中美贸易它停滞了 但是美国呢 这消费 这个消费习惯它是不会改变的 所以它这个进口 怎么进口 它还是进口得来 不从你中国来 那就从其他国家来 对吧 比方说从我看到最多从越南 泰国 印度 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过来 那你这个比方说啊 以前苹果公司 它那个制造厂商是中国的富士康 是吧 它现在就转移到了越南了 再比如说现在那个三星手机 我刚才就从那个课前哈 就看了一下我这个三星手机哈 那个现在就是就是 Made in Vietnam 就是从越南进口过来的 那原来的这个 这个这个渠道 销售渠道还是原来的那个渠道 对吧 好多的这个老板 还是原来的那个老板 我以前在轮胎行业做了很多年 对吧 最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轮胎都是从中国进口过来的 那自从有了这个 安泰当品 countervailing之后 大家可能也也知道 这个反倾销关税 对吧 自从有了这关税之后 那进口来的数量就一下骤减了 那它怎么办呢 这些老板还是要赚钱的呀 它就把所有的资产呀 就转移了 转移到哪里 转移到这个 尤其是这个泰国 因为泰国那里的 它本来就是橡胶的原产地嘛 对吧 它改头换面 还是原来的老板 销售渠道还是原来的销售渠道 那货运公司还是一样的货运公司 那它去找谁曝光呢 还是找以前的曝光人员在曝光 还没有任何的区别 所以说这个中美贸易战 以前不会改变 那现在目前为止不会改变 我相信将来也不会改变这个美国对贸易的需求 那个当然也对我们这个曝光行业 对这个曝光师的这个需求也不会有所减少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我看重曝光行业 参加咱们这个曝光考试的一个初衷 那海关呢也对曝光行业呢产生了更高的要求 这个去年2022年的12月19日 它加强了这个 Responsible Supervision和Control这一块 对于培训呢 Instruction呢 Guidelines呀 Reject Rate呀 都有相关的要求 其中大家可以去它的官方网站上去查 其中它有一项第六项就是 就提到了 要为员工提供足够数量的有执照的曝光师 以起到监督和监管的作用 那么这个企业上就会 公司里面就会招聘更多的有执照的曝光师 以满足这个海关对企业的这个要求 拿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 我们有这个部门下个星期就有一个 马上要进行第二次考试的一个Entry Rider 那公司里面希望有一个 多一个有执照的曝光师 那么他就非常支持 直接就这个Entry Rider 根本就没提出什么要求 这公司里面就直接给了四天的那个代薪考试价 而且报销考试费用 一般我了解到的可能第一次他会给你报销 对吧 但是他这个第二次考试 第一次没考过 第二次去考试去了 公司里面仍然给他报销这个考试费用 这个是我没想到的 原因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在我们这一行跳槽是非常经常的 目前为止看来经常的 然后呢尤其是这个有曝光师执照的这个曝光师 如果跳了槽之后呢 这个公司里面还要去招一个啊 所以他呢就 哪怕多给点带薪考试价 报销考试费用 他支持这个entry writer去拿一个执照 那么这个多一份执照呢 就多一份保障 所以呢这个公司里面哈 就是很很大的支持 那个除此之外呢 据统计哈 未来十年美国将会有 大约96200名 报官人员相关人员的这个人才的缺口 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业目前为止啊 这个需求啊还是非常旺盛的 嗯然后呢我来再给大家说说这个 大家都比较关心的这个薪资水平哈 目前为止 纽约城市里面有曝光执照的那个曝光师 大概他的平均的年薪呢 呃是72827 呃这个行业呢 确实就像小关老师所说的 这个越有经验呢 就越值钱 他没有这个年龄歧视 不像其他有些行业对不对 他是吃青春饭的 那你这个这个年龄过了之后呢 他就会有些歧视 但这个行业是越老越吃香 呃是一个可以长期发展的一个职业 我呢那个特意呢 跟这个同行打听了一下 这个目前市场上的薪资水平 如果是一个呃 national permit holder 呃这个年薪啊至少啊 是15万起的对吧 那还要根据你的一个经验来说 对吧 呃那个多的呢 20万也不算多对不对 但是至少至少是15万起 如果是要担任这个 这个呃公司里面的national permit holder 至少10万15万起 那呃只要是在linkedin上面 你就直接写啊 我是licensed customer broker对吧 你不用写什么过多的介绍 我以前工作经历啊 是什么什么的都不用 呃就会有那个猎头公司啊 来找你了 问你啊 你是不是open to other opportunities 你要不要跳槽 对不对 我这有什么什么样的职位 对吧 你你你哪怕是单纯的 就和猎头谈这么个三五分钟 或者给他message一下 你就知道现在大概自己在市场上是什么价值了 我感觉这个曝光师的这个执照啊 就像那个蜂蜜啊 你一放上去之后 立马就可以招来不少的这个蜜蜂啊 过来来采蜜来了 所以各个方向那个做的好的这个呃 其实薪资都不会太少 咱们除了就是所了解到的 你在曝光行在做曝光师 呃其实其他方面 如果是在importer 你在进口商这边 哪怕是做这个classification 你如果做的好的话 呃我知道的年薪呃也有六位数以上的 也是有的 对吧 如果你有其他方面 比方说你对这个pga或者叫oge 对吧 呃partner government agency这方面 非常有经验 这个薪水也是非常丰厚的 要看大家以后向哪个方向来来发展啊 然后跳槽呢也非常非常容易 就我知道我们部门呃前一段时间有一个他跳槽的 他从开始呃透露那么一点点要跳槽的意向到他通知我们说啊 我要跳槽了 拿到offer了 他走了也就是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 所以说这个跳槽也非常容易 也就是这个 因为这个市场上还是还是需要我们这样的人 嗯 其实呢要按照一般的 就像老小关老师跟大家展示的这样子的按照一般的那个曝光职业的路径呢 一般呢是从entray writer做起然后呢做到entray writer supervisor 然后之后才是这个custom broker manager 我呢就实际上是直接跳过了这个entray writer和entray writer supervisor 然后担任了这个custom broker manager 这个呢一个方面是他需要这个有license的人来做这个local permit holder 这是其中一个方面 但是跟我这个呃这个海关之照 如果没有这个海关之照 没办法担任这个local permit holder对吧 然后也和我之前做过十年的合规经验呃是是密不可分的 大家不要觉得说没有做过曝光这一行 是不是我之前的工作经验就完全就就没有用了 我是不是一定要从底层做起 要从entray writer做起 转行就意味着我要我要从底层开始 其实也不一定是吧 要根据每个人的背景和情况的不同来定 对吧 有的时候你觉得啊这个我是不是我工作经验不足啊 我是不是不可以担任这个 大家大可以去试一试 你之前如果呃的工作经验是跟法规法律法规有关系的 对不对 你那你这个经验就可以呃作为经验经验来说 就是有直接的工作经验的 然后你就可以去申请这个职位 大家不要其实不要怕 对工作经验呢 我可能要多说两句哈 其实也是要有区分的 如果是说你单纯只有那么一一个点 那即使做的时间再长 没有这个有点到现在到面的这个这个价值的延伸 那么这个自己的个人提升也不会太多 呃即便是有entree writer的工作经验 也不一定是说懂的就非常多 哦我给大家举一个我身边的一个例子 我们刚刚招来一个entree writer 在之前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公司 他做了20年 按道理来说应该知道的是非常多的 懂得非常多 但是招进来之后 你开始工作上手工作 你才知道 他ISF没有没有做过 Bond也没有issue过 叫这个TIB也没做过 Carnate也没做过 问他什么他都没做过 海关来了信息也不知道如何回复 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去去做research 因为他在他之前的公司问他 你做过到底你做过什么 对不对 你resume上面 你在这个大公司你做了20年 那你做过什么呢 他说这个他之前在公所里只做EDI 对吧 这个这个过来了之后 所有所有的information都是已经在他眼前了 只需要click a button 对吧 来检查一下这个这个过来这个EDI的数据 到底是不是准确的 然后click这个 button 所以这个大公司 他们就像那个流水线的一个锚钉一样 他天天做钉子 钉钉子 只做其中一项工作 所以了解东西非常非常有限 所以我跟大家就掏心窝子说 在Sam老师这上完咱们这个曝光课 我认为都比那个我们现在为止在的这个entry writer 有的这个20年的工作经验要懂得多的多了 对不对 不单纯的是为了考证 当然当然考到证是当然是最好的了 对吧 以后的发展空间也会非常大 但是哪怕是你过来学习学习 对不对 那你这个学习到的知识 也比这个 在一个很大的公司 你做20年的这个 我们这个entry writer 要懂得多 要懂得知识要多得多了 所以他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所以你再多工作经验 再多年线的工作经验 实际上也是对个人价值的提升来说 没有很大 所以我建议大家 对大家来考试是最好 然后如果说你不是为了来考试 哪怕是学习点知识 那你这个作为entry writer 以后被提升的机会也非常大 所以有些同学就觉得 我这个考试 就是我这么难的考试 我考不过 那是不是我就不需要参加 这个曝光课程了 其实我认为 如果大家对自己职业规划来说 这个Sam老师的这个曝光考试课程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铺垫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参加这个课程去了解一下 看看这个行业里面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对这个是不是感兴趣 然后大家再来决定 我是不是要跳槽 我是不是要转行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敲门砖 이거를等一下 我需要加速的 然后慢慢还要 所以最后 需要担心 感谢你 感谢观看